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关系 我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概括 让你立刻明白什么是联盟营销 很简单 你需要选择一个与你合作的伙伴 这种合作伙伴通常是出售产品的商家或者个人 那么你通过一个推广链接 推广他们出售的产品 只要有人点击你的推广链接 从你的推广链接当中购买相关的产品 那么你将获得佣金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意义上的联盟营销 说到联盟营销 会有几个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个 你需要选择可信赖的商家或者个人进行合作 第二个 你需要选择竞争力小 但是又广受欢迎 并且佣金额度效高的产品 第三个 你要做好SEO优化 对于新手而言 刚刚提到的三点其实并不容易 但是看完本期视频将解决你有关上述三点的烦恼 本期视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联盟计划有什么特别之处 首先 Unlimited Referrals 无限制的推广 没有获取收入的上限 换句话说 只要你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 你的收入尚不封底 Multiple Products 多样化的产品供你进行选择 Easy Sign Up 超简单的注册 立即开始你的网站之旅 加入这个计划完全免费 Cash Rewards 现金奖励 大家好 我是Rodrick 我的频道专注于真实海外网站项目的分享 用最真诚的心做最好的网站频道 订阅获取更多真实网站项目 好 我们直接点击Become an Affiliate 成为一名联盟推广员 加入这个计划 这个地方填写你的公司名 当然这个是选填的 如果你没有公司可以不填 First Name 填写你的名 Last Name 填写你的信 Email Address 填写你的电子邮箱地址 这个可以被当作你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确认密码 Where Should We Pay You 这个是有关你的收款信息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张漂亮的示例 Contact Information 是联系信息 街道地址 城市 州民 这个地方有美国的各个州 那么因此呢 请建议美国地区的朋友操作这个项目 ZIP Code 是邮政编码 Phone Number 是电话号码 好 目前我已经注册成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网转 有两种方式 那么这个架构图 清晰地展示了两种方式的运作形式 联盟营销的关键在于推广 那么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哪里 第一种方式 你直接将你进行联盟推广的商品 推给你的客户 那么这些客户就是通过你的联盟营销的推广链接 购买产品的客户 第二种方式 你将这个平台推荐给其他人 这同样是一种间接的联盟推广形式 那么其他人再将自己的商品的推广链接 推给自己的客户 明白了 这个平台的网站原理 我们再来看到收入 收入在这个地方展示 Commissions Earned是指你赚取到的佣金 Active Customers是指你的推广链接 拥有的活跃的客户 Active Affiliates是指你向其他人推荐这个平台的活跃的联盟者 其实这些联盟者就是通过你的推荐加入这个平台的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进行联盟链接的推广了 怎样获得联盟链接 我们首先点击Product Links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平台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 它的产品实体的产品很少 大多都是虚拟产品 比方说这个产品 Identity Protect Basic 身份保护的基础包 那个人估计这个应该是一种软件 包括下面的这个产品 Roadside Assistance 这个也是一种服务性的产品 因为这个是公路救援的 比方说我要推广这个产品 很简单 点击Copy Product Offer Link 复制这个推广的链接 那么将这个链接 放到社交平台 或者发给你的朋友 只要有人点击这个链接 购买相应的服务 你就可以获得佣金 需要注意的是 虚拟的服务或者商品 可能会对国家或地区有限制 在进行推广之前 建议大家先点进去这个链接 详细了解一下 好可以看到 点进去这个链接 其实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是提供 7×24小时的拖车服务 如果你的汽车没有油了 那么燃油递送服务 和其他的一些公路救援的服务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 推广服务的联盟营销 那么在推广这个相应的服务之前 这里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服务针对的是哪些国家和地区 好我们回到Dashboard主面版 那么我们如何查看 自己推广的成果 有哪些客户呢 直接点击Customers客户板块 点击到Your Customers 这个地方会展示你的活跃客户 和非活跃客户 什么叫活跃客户 是指通过你的链接 加入了客户 并且这些客户的账户 保持活跃状态 非活跃客户是指 那些没有完成加入的客户 或者说他们的账号已经不再活跃 那么肯定是Active Customers越多越好啊 Affiliates 这个就不用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是指你向其他的 朋友啊或者说亲戚啊 推荐这个平台 引导他人成为联盟者 那么引导人 也就是你的 Your Affiliates 会在这个地方展示 好我们来看到 佣金比率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会对佣金进行详细说明 那限于时间的关系 这个表格建议大家自行下去研究一下 结合谷歌浏览器的翻译功能 可以查看不同产品的佣金状况等等信息 最后看到 该平台的常见问题部分 回答大家最为关心的收款的问题 When will I get paid 我什么时候会获得付款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平台是通过ACH Transfer这种方式 每周发放款项 支持哪几种收款方式 第一个Savings账户 储蓄账户 第二种Checking账户 支票账户 第三种Prepaid Debt Card 这个叫预付卡 当然这三种收款方式 是要接受ACH Deposits才可以 那么有关什么是ACH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 看到下面一个问题 在获得收款前 是否有最小的收款额度 这个平台的好处在于 它没有最小收款额度 好我们回到Help这个板块帮助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直接点击Contact Us Now 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 获取更多帮助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录制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对本期方法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评论 欢迎大家分享自己参与这个项目的个人经历 网织方法开发不易 点赞评论分享支持我的创作 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